哈喽大家我是明明 今天我们来到户外测评一捆 这个一次性烧烤价 以前也测评过一款弹纳捆 性价比特别特别低 好像六七十块钱 而且只用一次 今天我们测评这捆也是一次性的 感觉要下雨的节奏 也叫简易快捷烧烤炉 一次性烧烤价 可以应对三到五个人 它这个不是用煤炭的 它这是极难煤球 煤球也是煤炭 感觉应该是比较容易点着 上面是广 然而这是一个支架 还是车吗 感觉要下雨了 不要烤到一半下雨就尴尬 我明年再过来烤 好了我们又回来了 这个直接点蓝就行 这火枪坏了吗 特别的简单 等这个火熄灭了就可以烧烤了 不过不烧烂就 早安了两个这个砖头 但这个锡箔纸样东西很容易变形啊 这个是不能拆开的 大家在野外如果搞烧烤一定要注意防火 等这个火烧完了就可以搞烧烤了 哇刚刚这个火一直在燃烧 然后把这个火给散灭了 哎烧了好久好久了这个火 这个上次还有个羊腿啊 哎这个烤羊肉串这个好贵 多花钱一串 这个烟稍微有点大 但这个烧好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 这个碳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不像我上次买的那个菊花碳 等着点半天点不少 烤了这个上面这个油啊 滋滋冒出来 感觉这个羊肉串马上好了 好了这个羊肉串已经烤好了 应该可以吃了 好我们尝一下这个羊肉串 发现这个烤的确实挺快的 比那个碳我烤的还更快 买的这个串跟自己做的串最大区别就是 不用担心这个口味啊 当然这个烧烤下有一个不好地方 就这个烤盘是那个女子做的 所以特别特别软 所以这个吃的很容易压到这个碳灰啊 哇这个羊腿上面烤的滋滋多少 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这个自己腌制的 好这个领域已经烤好了 这羊腿应该也行了 如果在野外应付这么一两个人 两三个人我感觉还是挺不错 这个价钱我看错了 我这个还不包括油费 包括油费也要将近五十块钱 所以看来也是不太划算 还不如买那种铁的能多次使用的烧烤价 价钱也就是二三十块钱吧 这个我感觉是正对那种偶尔去外面搞烧烤的人用啊 如果你不想搞到一手都是照装的 或者你不想洗这个烧烤架 用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这个用完基本上就扔了 当然大家扔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火给浇灭掉 来这个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可以烧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尝这个羊腿啊 这个是自己腌制的 我感觉应该不会很好吃 咸了一点点 好了今天这个烧烤价格就测评到这里啊 这个温度还特别特别高 待会用水把它给冲掉 总的来说如果你偶尔搞这个烧烤用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说实话价钱也是比较贵了 好今天视频到这里拜拜 拜拜